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情况有了好远 我们的正气能够得到洪扬 使得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得到好好的展开 这个是过去两年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期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在香港接受采访 梁振英是香港回归的亲历者 上时期八十年代 他先后担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亲历了基本法起草过程 香港回归前过渡时期的风风雨雨 以及回归庆典的历史性时刻 以及过往种种 尤其是近年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 新选举制度系统性完善后出现的积极变化 梁振英表示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取得全面成功 保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在七草基本法的时候 有人在香港 在国外 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 质疑 一个国家里面 不可能有两种货币 这个币值 回归 第一个早上 香港人用的 不管是工商业 或一般的市民用的货币 就是港元 香港作为我们国家的最大的国际 竞争中心 可以发展出最大 最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和最大的一个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 火生生地说明了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是科学的 可行的 同时是有生命力的 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交错 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 继续提升竞争力 在梁振英看来 最关键在于认识国家与香港 国家与国际关系的本质 就这个问题 香港社会 香港市民 更有需要 补补课 就是我们必须 对国际关系的本质 也就是国家的本质 我们应该有比较深刻的 这个认识 那么香港这个社会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 高度国际化 同时呢 外国资本参与程度比较高 我们更有必要 要紧紧地跟进 国际局势 最新的发展 不能仅是靠西方媒体 过去两三年 在香港发生了不少事情 使得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 一些媒体 有了一个抹黑香港 同时抹黑我们国家的机会 我们要把这些道理说清楚 我们的紧密的这个经贸 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伙伴 说好中国故事 说好香港故事 包括什么呢 包括怎么通过香港 这个超级联系员 可以跟我们国家 在各个方面 各个领域发展 更互惠互利的关系 从粤港澳大湾区 成为国家战略 到十四五规划 明确支持香港 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梁振英表示 国家对香港各方面的支持 都是香港发展的叠加机遇 而香港国安法 完善后的选举制度 顺利落地 也为粤港澳合作 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我们有比如说 大湾区它本身的一些政策 有十四五规划 给香港的支持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2003年开始 我们的这个SIPA 这些是叠加的一些机遇 香港和广东之间 根据我们整个 对大湾区的谋划 确实有很多新的方面 新的领域可以探讨 我再举一个 香港和广东的大湾区城市 比合作关系 合作领域 不仅限于传统的 比如制造业 贸易 金融等等这些 而高教 科研这一统呢 我相信将来呢 我们很有很大的发展领域 不论在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任上 还是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 梁振英都长期关心 香港青年教育问题 他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 迈出跨过深圳河的第一步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 1100平方公里的一个城市 它的 经济结构啊 无可避免的必要单一 我们就是一个 金融 贸易 航运中心 这么一个 经济体力 有不少的 香港的年轻人 比如说 他在这个 文化创业 在科技领域 他有这个 有兴趣 有才华 他想发展 在香港这个地方呢 就往往出现 一个学有所成之后 唯一能做到 学以自用的这种 困境 但是香港年轻人呢 在我们国家发展好 这情况底下呢 跨过深圳河 就有个更大的 个人事业发展的舞台 香港不少青少年呢 由于他们被一些媒体误导 所以呢对我们国家有些误解 希望我们年轻人呢 能够他们自己啊 到内地去自己看 百文不如一见